哎呀又要得离婚了 然后离婚又要准备到那个 到那个山上 去到寺院去生活 我说你这叫什么想法呀 我说你那就叫逃避 你应对不了世间的这些事了 最好的修行在哪里 最好的修行就是在我们红尘当中 最好的修行就是在我们家庭里面 我们苦苦的去向外求 好 我们到最终是为了什么 我们都是凡夫 我们都是人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家庭搞好 我经常说 一个人最大的成功 是家庭的成功 并不是说你拥有多少财富 你的事业上有多么的成功 往往你家里面一团造 那你在你的人生当中 也是一个失败的人生 如果你要真的把你的家庭经营好了 那么随之而来的 必然的就是你事业上的成功 所以大家好好的想一想吧 所以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出来学习一下呀 是不是 好 穿这开心就好 我早上四点钟醒了 做扣持吞金后又睡了 有效吗 可以的 自己也可以这样 你说我头上的这个发家 你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 我的这个发家以前 我是花五块钱 是三块钱一个买的 我是在十多年前买的吧 买完以后呢 后来一个个都叫我带断了 断了以后呢 没办法我就又上网去搜了一下 在网上有 你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 发姑啊 我特别喜欢 哎呀你也喜欢呢 挺好的 今天第四次壁谷第九天了 每天都精神抖手 特别开心快乐 没有任何不适 预想壁谷21天 每天做功课 看精品日记 读圣贤书 看直播 忙得不一路 感觉时间真都不够用 太喜欢这种感觉了 妙不可言 爱你哦 你也找到了这种感觉 我自己也是 这两天呢 我就走这个天行间 我自己都感觉 我走得走上瘾了 然后我每天在这个电脑上 或在手机上 我工作个个把小时的 我就要到我家厅呢 我就来回走 来回走 来回走 然后转着走 转着走 转着走 很多的谷友来说我 哎呀连如意 我看你一天天走的部署挺多啊 我说是啊 所以我们也都下载了一个 那个微信上 可以看到大家走步 这个部署 我觉得大家 哎呀有的时候 谷友相互之间点个赞 哎呀我感觉也都不错的 去参与这个游戏当中 以前我知道可能是也是自己懒吧 然后没有把这个体育锻炼 就是很注重 因为我总觉得我的身体非常非常的健康 我呢只是在我没有学壁谷之前 我只是有一点点的低血糖 一顿饭不吃浑身就发特特 然后包里经常放着冰糖啊糖块啊什么的 但是学了壁谷以后呢 这些症状已经全部都没有 所以总是觉得自己的身体很健康 可能就忽略了这一块 然后这两天忽然走起来 感觉越肘浑身越轻松 真的就像你所说的啊 妙不可言 这种感觉啊 只有我们自己真正的走进来 你自己去体验 去实践 你才知道这种感觉给我们带来的那种美妙的感觉 挺好的 真的是不错 于F下评 我是10月2号在当地 壁谷营学习新法和公法 半壁谷七天 感觉很好 今年3月2号又接到壁谷信息又开始 毙了七天 但是我没有壁谷前 是生了一年零九个月的慢性病 是带状性抛疹和 疮性肾炎 但是现在还在吃药和激素 现在检查肾炎好了 就是带状性抛疹和狼疮可能没有安全好 就是皮肤有些 无缘无故的染 还有利尖神经紧紧的不舒服 你这个啊 你就慢慢的一点点学习 你自己你要这么去想 我们所身体上 所有的我们一些的病灶 它不是一天两天就上来的 它也是日月积累 然后最后形成了确诊性的这个病灶 那么它也不可能靠一次两次 甚至几次壁谷完全能够好 所以你在这里面 你就要好好地慢慢地学习 学习以后看看咱这个身体上的 这些症状到底是怎么来的 其实看了你这些 我就知道 你的人生也是缺少安全感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都慢慢地来学习吧 好不好 好 聊L岁月静好 我在做某些事情之前 总爱纠结 脑子反复响 弄得觉都睡不好 事情过去了 内心才平静 怎么才能平淡地 你要对你的性格 要了解 通过你说的这几句话 我就知道 你是一个非常追求完美的人 每一件事情 你都要做的 让人家无可挑剔 所以你呢 希望通过把这件事 不睡觉也好 反复去想 你总是把这件事 想做到尽善尽美 但是我要告诉你 你即使再用心 再做的再好 可能也有点 其他的 或者是说哪一方面 不完美的地方 所以我们自己内心 我们不必要那么去纠结 当事情来了以后 你自己认为 我尽心尽地去做了 我们欣然去接受 很多人呢 就是 说这样一句话 往往说 哎呀 这件事就是 稀了糊涂做吧 二龙戏猪 游戏心态 当我们做事情之前 我们真的是 用心地去做 我们用我们的心去做 至于结果怎样 我们在游戏心态 只要我们用心了 那结果怎样 那我们接受 哪怕我们这次做的不足 我们下次 我们再重新地改进 就像我们在这个答疑课上 也是一样的 虽然我坐在这 给大家答疑 但是每一次答疑完以后 我也都会去回想一下 去反思一下 自己在某个环节上 哪地方有不足的地方 我也希望我下次 再有类似的这个情况 我应该用什么样的 这个方法去给解决 人就是在不断的经历当中 不断的失败当中 去成长 去成熟的 没有说你一下哪有一下 就把事情办得那么完美的呀 所以你首先要把你自己的性格改变一下 我经常我跟大家 接受它 我们要做的就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改变自己 这是最关键的 所以当你不对自己 没有那么多的言要求的时候 你就不会脑子当中 只要我们用心了就好 只要我们用心了就好 好不好 加州奇迷 问意念壁骨怎么做 你是新骨友还是老骨友 意念壁骨就是给我们的身体 诉讼一个壁骨的信息 因为可能你问这个问题 就是新骨友 新骨友 好 拦住 我是新来的一员 并特多 我想进到这里跟老师学习改变自己的身体 今天你们的课程很启发 我天天听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次的壁骨就能解决我们身体上的很多的问题 不是这个概念 所以大家要用心的 仔细的 专注的 在这里 好好的学习 开心宝贝 把你的名片修改一下 你是新人 今天刚进来 想壁骨 怎么壁 自己先去学习一下 多进入我们的公众号 然后看一下大家是怎么壁骨的 也是进入我们的论坛 壁骨论坛 去看看别人的日记 都是怎么写的 健康靠自己 学习也是靠自己 命运也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我们作为我们导师呢 只是给大家指了一个方向 你这一段路还是需要你自己来走的 我们也是只是给大家架机了一个桥梁 那么我们在桥这面 你在桥这面 这个过桥的这段路程 还是需要你们自己来走的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路 好好地走稳 走扎实以后 随而安问 你说不能要 别人对自己好 那怎么别人才能对自己好呢 当你做好自己的时候 别人 你是在无所求的 无要求的去做的时候 自然就会得到别人对你的好 但是如果你是有要求的在去做 那么在一段时间的时候 他对你要是还是那么不好的话 你心里就会有了抱怨的 你就觉得 我对他都这么长时间 我对他都这么好了 那他怎么还不回馈给我吗 这就是你又有了要求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主要的主张告诉大家 就是我们每个人 大家都要做好自己当下的事 当你做好了 自然的你就会有所收获的 我看大家在这发言 也都发言得很好 确实是 刚才说的 命运就是掌握在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手里 你想让他就是得到幸福快乐 那么也是你自己给予的 我们所以有问题 大家千万不要去向外情 向自己的内情 好 这个道商 然后你可以联系一下 我们湖南那面的导师 聊这双子座 我就一直没有安全感 听我今天讲完以后 希望你也是从内在里总结一下 然后自己到底是因为差在哪里 好好学习 安全感呢 如果有安全感也是靠出来学习 当你把你自己的生活 你非常的充实 然后你在学习当中 然后你不断的去领悟 你自然而然的 你就不 这一块呢 你首先要把这个大一健身法 你要知道 知道怎么去跟身体的各个器官去沟通 等到差不多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意念也就等于是 对我们的身体 诉讼了一个信息 然后让它进入壁骨状态 好 一阳光雨露 今天讲的正是我要的 好 大家能够受益就好 好 谢谢百合花 问题一多就 今天给大家讲的挺多挺多的 刚才这个手机都不动了 好 我往上翻一翻 尽量的不漏掉大家的问题 但是如果有漏掉的 真的是它不太一样 谢谢医生如意姐姐 我看到了 黑A风 我朋友脑梗后遗症能走 但是走得慢 可以学壁骨吗 那是你朋友的事 我们他如果要想学一不学 你让他自己来问 你不要来给问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 把自己爱好 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好 好 谢谢韩旭 闪A远方打球的时候 怎么给身体做大爱 怎么做大爱 你想怎么做 我通过打球 让我的身体获得健康 让我多运动 这话都是我们自己 可以 你想怎么说 也都可以 那像我在家里走天行间 那我自己我也是 我让我越走越健康 然后我让我的身体 我让我的整个的身心 越来越轻松 所以这个语言呢 都是我们自己去组织 自己最喜欢的语言 这是最好的大爱健身法 我刚听了两天打 一句打嗝 打喷嚏 是有壁骨信息 是的 大家在这里听课呢 有的时候 有的人呢 他也会接到壁骨信息的 壁云天 把你的名片修改一下 壁骨三次了 高气压好了 不用吃药了 不肥胖了 收获不小 但是多年的皮肤 微壤还没好 微壤还没好 那就让你还继续学习呗 那你就好好的 再好好的学习 一天要学着呢 对于什么事情 要学着就是 不要总是有一些 你身体的壤 壤是不是就是 自己内心感觉到 有些事特别的闹心呢 对不对啊 这些七大国八大一家的 哥们弟兄的这些事 都不要去 参与那么多 学会爱好自己 沙恩玉珊问我 副食后如何保持好身材 体重不反弹 嗯 体重不反弹 我们不抱饮抱食 平时也要加强体育锻炼 然后在吃东西的时候 给自己的身体 也是输入一个 大吃却不胖 这样的一年过去 老大把你的名片修改一下 你问晚上耳鸣是什么原因 耳朵上这个事 一般就是 不愿意听别人说话呗 不愿意听别人说话 那就耳鸣了呗 我闭股今天 第16天 馒头和两条小腊鱼 我这样做 对吗 明天还能接着闭股吗 我想减肥 已经减了12斤了 还想继续 如果你还想继续的话 可以 因为毕竟 你们都是新人嘛 然后也不对大家 有过高的要求 按照自己内心的 那个所想 如果就是想吃了一顿 咱就吃一顿 明天继续想闭股 完全可以的